HELLO 你再說一次 HELLO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梁三明 HELLO 我是何曼君 有菩薩 他們現在都自己自我介紹 HELLO 這些小朋友的學習都很快 有媽咪指甲 他自己隔壁有布子 有媽咪指甲 HELLO HELLO 其實晚上差不多10點 其實這些人都比較忙 現在才有空去看影片 HELLO BABY 你再一次 我是梁三明 然後呢? 我是梁三明 你看到我都要放在她一邊 HELLO 今集是何曼君分享育兒的經驗 關於小朋友 就一定是 會要有耐性 還有呢 就會有很多 精神上的 付出 還有心機上的付出 我也學到一些 關於活躍少少 不是那麼專注的小朋友 在學習上 有甚麼分別可以幫助他們 一般的家長 就不要以為自己的小朋友 比較活躍 就覺得他好像很頑皮 不聽話 其實這一類小朋友 有機會 有機會 他們可能是一些知悠的兒童 即是甚麼呢? 智商比較高的兒童 那是否真的話呢? 真的要帶她去做一次智商 是否知悠身的去檢查才會知道的 教他們那些讀書的方法呢 可能就要比較活學一點 就不是說一般的 可能坐下 一至一八 這樣寫給我 他們就會聽 那平常那些乖乖的 就會用一支圓筆寫 可能教他們的方法就特別一點 就是可能要用顏色筆 就用顏色 讓他自己好像有不同色彩 就慢慢慢慢一至十 我在補習老師身上 我偷了很多詩 我學到怎樣去幫助一些比較活躍的兒童 去幫助他們 而不要浪費了這個小朋友 是不專注的兒童 是怎樣我們可以去幫助他們 而不要浪費了這個小朋友 其實有機會他們是知悠身來的 但是不是真的知悠身 其實也要去評估 其實要自己額外 要給多三千元去檢查 但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去 衡量到他是不是真的知悠身 要做一個評估 而我想分享一下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發覺 原來不是太專注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是比較聰明的 不要以為他們坐不定 以及以為他們為什麼不受控制 就覺得他是頑皮的小朋友 不是的 原來是我們要找到適合他的方法 而加以去配合他 反而是家長配合他 但如果你配合得到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原來是很聰明的 然後很多事情原來是我們家長也想不到的 為什麼我會特別說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不想浪費小朋友 因為如果真的不知道他們 可能有機會是知悠身這個情況 或者可能 他是比較智商高的小朋友 而可能判斷他是不聽指導 傷害了他的自尊心 可能有時候發了他的脾氣 而有時候可能不知道怎樣去調教他 即是引導他的話 他的自尊心就會下降 這個小朋友就會走向Y的方向 這個是想分享一下給各位家長去聽的 我相信也會有些家長 可能有這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可以舉手